好的 接下來要來進行的就是我們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致敬儀式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課隊中信兄弟選手的周思琦 在上個週末在大巨蛋的時候是以球員身份最後出賽 然後即將正式的引退進入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那周思琦經歷過我們終止最黑暗的時期 卻能夠挺住不同流合污是非常非常令人欽佩的 那今年也正式成為我們終止史上的千安百轟百道的第九人 那不只是在球員身外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同時也致力於關懷我們花蓮基層棒球的教育 還有棒球文化的傳承 所以成立了球亞基金用來資助與鼓勵我們的小選手們 可以說是我們終止近代非常偉大的球員 所以在今天我們要獻上我們最深的祝福 所以接下來我們邀請大家用全員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周思琦 那同時呢我們要邀請曾經與思琦呢 一起來在城太平間做戰的好戰友林英傑教練 來代表球團獻上祝福 讓我們一掌聲歡迎教練 好的 那我們這邊要邀請我們的思琦 以及我們的林依姐教練 跟著我們的大聲 跟著我們的元氣 我們一起來合影留立一下 同時我們再次邀請我們全場的球迷朋友 再次用最大的掌聲 謝謝我們周思琦來為我們台灣放球的動線以及付出 好的 非常重要的時刻 我們也非常感謝今天我們的周思琦 能夠在我們全員主場接受大家的掌聲 以及祝福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掌聲以及祝福 能夠讓我們現場所有的10號隊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兄弟球迷朋友們 可以持續的同節運行 為我們的中華之棒來加油鼓勵 好的 那我們這邊簽完名之後 好 我們要邀請我們的明潔教練 帶著我們的思琦 一起來跟我們所有的主隊選手來致敬一下 那我們這邊也再次用掌聲獻給我們的周思琦 當然她長期來對著我們中華之棒呢 不只是付出她所有的心力 然後用她用盡一身的力量 在球員生涯當中有很好的表現 那當然她的精神也是我們非常非常的欽佩的 所以也希望接下來我們周思琦的精神 能夠傳遞給我們所有中職的球員 不只是在我們的球場上 要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保持一個最正面 並且最高能量的心 好好地完成自己球 這個球員生涯的最好表現 也希望可以透過我們所有選手的影響力 也可以帶給我們所有精神棒球的 這個教育以及棒球文化的傳承 給予我們所有的鄉下選手更大的力量 好的 我們再次用最熱情的掌聲 來選給周思琦